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34集 山野悄无声息地 倾听孙少安的哭泣 落日将要沉入西边的万山丛中 圆圆的山包顶上 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温暖的橘红 有一群灰白的野鸽 从蔚蓝色的天空掠过 翅膀扇起一片嗡嗡的声响 不远处的东拉河边 传来黄牛的一声低沉的嗡叫 好久 孙少安才从地上爬起来 他拍打掉衣服上的灰土 又抹下头上的布帽 擦去了脸上的泪痕 然后无精打采地 卷起一支汗烟棒 蹲在地上静静地抽起来 他脸色灰暗 看上去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 一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以后 孙少安才从地上拾起那个黑人造格皮包 拖着两条无力的腿 慢慢向村中走去 拐过一个山毛后 他猛地立在了公路边上 他看见了他的砖场 那里 制砖机在隆隆地响着 六七个烧砖窑的炉口闪耀着红光 滚滚的浓烟像巨龙一般升起 笼罩了一大片天空 一股汹涌的激流 刹那间漫上了孙少安的心头 他疲惫的身体 顿时向被人狠狠抽打了一边 立刻振作起来了 是的 不论怎样 他还得在这条新闯出的道路上 顽强地走下去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他的心不能乱 这么大的事业 如果集中不起精力 搞倒塌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 绝不能松劲 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 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 坐在驾员的位置上 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 吆喝着 呐喊着 继续走向前去 孙少安迅速地卷起了一只汗烟卷 他鼻子口里喷着烟雾 扯开脚步匆匆地向他的砖场走去 他远远地看见 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妻子 已经立在一堵蓝色的砖墙旁 等待他了 我们最初知道兰香的时候 她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 已经是一位窈窍的大姑娘了 她今年整整十九岁 我们真惊叹 这贫穷的山乡割捞里 养育出如此出众的女孩子 瞧 那一身旧衣衫包裹着的身材 是多么挺拔而苗条 洁白的脸旁 像上了幼的白瓷 闪着珍珠般的光泽 黑油油的剪发 优美地弯曲在塞边 使那俏丽的下巴 显得郁佳叫人心疼 长长的睫毛 护着一双清澈动人的眼睛 当她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 我们会不由想起 不朽的罗丹 那尊著名的雕塑 沉思 贫困的家庭出身 和艰难的生活磨练 使孙兰湘并不特别留心 自己的漂亮 这个在窘迫和煎熬中 长大的姑娘 很早就开始直面艰辛的人生 她的意识中 时常充满了忧虑 胶着地凝视着 自身以外的生活 奶奶 父母亲 两个哥哥和姐姐一家人 都无时无刻 不在她的关注之中 她无力去帮助 所有这些亲人 但她为亲人们的一切不幸 而揪心的痛苦 兰湘强烈地意识到 她读到高中是多么不容易 现在她明白了 她一生不能再回到农村去 她一定要考上大学 那年在时隔节的时候 她还曾打算连初中都不上完 就回家去 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是的 她怎么没学下个什么名堂 就回去呢 这样她就对不起 含辛茹苦的一家人 她只有考入大学 才不辜负亲人们的一片苦心 从进入高中那天起 考大学就成了兰湘追求的目标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以来 元西县高中 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 进入大学门 这无疑极大的刺激了 像兰湘这样有抱负的青年 正因为这样 学习对她来说是至高无上的 近三年来 兰湘不仅在班上 而且在整个年级 保持前三名的位置 在九门功课中 数学 外语 物理 化学和生物 考试几乎常常是满分 但她并不满足 她知道高考是全国性的竞争 光在自己学校考高分 并不能保证全国同考 也能考出好成绩 马上就要高考了 再有几个月 兰湘就要面临这个决定 自己一生命运的关口 不管她考上考不上 她都将会变成 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孙兰湘 当然 这次命运的大决战 不仅对她是至关重要的 对所有的同学都一样 班上抱有希望的 只是一部分人 另一部分人已经不抱什么指望 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脑水 后一部分人 包括许多城里学生 上高中时 他们仗着自己的优越 功课抓得不紧 现在世道临头却大势已去 只好开始动员父母亲 为自己寻找出路 毕业班一片紧张与慌乱 兰湘也在内心 隐隐地感到一种恐惧 她知道 要是高考榜上无名 对她来说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她清楚地知道 那时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在等待着她 她将在一两年内出嫁 而像她这样的家庭 又能嫁个什么人呢 和一个农村后生结婚 过好了 自己能维持自己 过不好 还得连累老人和两个哥哥 姐姐的不幸 就在她眼前明摆着 晚上睡觉时 兰湘常梦见 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醒来之后 手里捏着两把冷汗 她只能一心钻到功课中去 除此之外 其他任何事都引不起她的兴趣 她的学习干事职务 也是老师做了许多次工作 才勉强接受了的 她怕当官影响她的学习 班上的女同学们 都到了一个鲜花般的年龄 个个开始精心打扮自己 洗发精 面霜 头油 甚至口红 或其他一些很有名堂的化妆品 都出现在各自的小木箱中 有些没指望考上大学的女生 已经开始谈恋爱了 对于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她们的爱美之心 不仅无可指责 而且是我们生活中 最为动人的现象 我们的世界 正因为有花朵般的姑娘 才永远如此美好 但孙兰香 除一块香皂 和一只贝壳装着的 廉价擦脸油外 什么也没有 一方面 她生性不爱涂脂抹粉 另一方面 她也没钱买这些东西 别说这些花费了 直到现在 她还没有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好在她那天生丽质 大大弥补了穿戴的寒酸 因而仍然在女同学中 鹤立鸡群 使得姑娘们妒忌不已 自从进入高中后 她只能勉强维持 自己的一般生活 当然 她还不像两个哥哥 上学时那样艰难 她起码能吃饱饭 并且也还能吃得起 一份乙菜 在这期间 曾给她带来过重大打击的 莫过于大哥和他们的分家了 从她记事起 一家人的依靠就是大哥 一旦没有大哥 他们家的日子怎么过 多么忧愁啊 兰湘曾为这事 偷偷哭过好多回 后来 是她二哥 使她从惊恐中平静下来 她在实际生活中感到 只要有二哥 她也就不必过分担心 她越来越看出 二哥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她和大哥一样 能吃苦受罪 而且懂的事也多 跟上她 就觉得什么也不怕了 兰湘甚至还这样想过 将来能寻二哥 这样一个男人 就好了 二哥一直对她特别关怀 每月都从黄园 给她寄钱来 并且还常写信 开导她鼓励她 她最爱读二哥的信 还在笔记本上 抄了二哥的许多话 她也常给二哥写信 甚至还敢在信上 和二哥讨论一些大问题 她的信 是寄给金波哥 转给二哥的 二哥不久前 在信中 写给她的一段话 使她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 那信 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妹妹 关于你说心里话 是出乎我意料的 因为我原来对你 不抱什么大的希望 我想你一生 能有个温暖的家庭 生儿育女 有吃有穿 不要像姐姐那样 吸黄和屈辱就行了 现在我越来越看出 实际上你的天资 比我和大哥都高 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 而且 我从你的来信中 看出你已经对人生 在较高的层次上 有了觉悟 这使我非常激动 我感到 人的一生 总应有个觉悟时期 当然 也有人终生不悟 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 对我们的一生 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应该做什么人 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 永远不要比驳我们的出身 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将一生受用不尽 但我们一定又要从 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 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 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要知道 对于我们这样出身农民家庭的人来说 要做到这一点 是多么不容易 首先要自强自力 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世界 不要怕苦难 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 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 亲爱的妹妹 我多么希望你的一生充满欢乐 可是 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 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 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 它应该使我们伟大 另外 我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一则消息 对我们很有启发 有位美国总统的女儿 为了不让父亲供养她上学 自己便利用课余时间到饭馆里为人家洗碟子赚钱 妹妹 二哥这样说 不是逼着让你也去自己谋生 相信我 每月的十块钱一定准时寄给你 真想和你在一块好好谈谈 有时间就来信 并希望能把字写大些 不妨出出格吗 这封信 引起了蓝香强烈的震动 她在心里慢慢揣摩二哥的这些话 她内心非常激动 似乎多少年来 一直堵在眼前的一片朦胧的云雾 突然被阳光撕开 并被大风吹散 使她看见了生活无比广阔的地平线 真的 她现在对二哥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情 就像她小时候崇拜大哥一样 可是实际上 蓝香对大哥的尊敬一点也没少 她现在只是认识到大哥和二哥不一样 蓝香明白 大哥因为文化程度低 从小又压上了生活的重担 只能和大多数农民一样 为最实际的生活问题而操劳 她深知 大哥受过什么样的苦啊 一想起大哥 他眼圈就发热 现在 大哥终于办起了专场 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穷困 为此 蓝香心里也为大哥而感到骄傲 她希望 大哥发达起来 正是因为大哥的光景翻了起来 村里人现在才不再小看他们一家人 同时 也正是家庭出现了这种新背景 才使他自己心里踏实了许多 觉得在同学们面前不很自卑了 但蓝香又清楚地知道 大哥和他们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家人 一旦分开家 大的方面只能是各顾各的光景 光大哥好说 可还有大嫂咧 大嫂虽说也是个十分好的人 但分家后 当然要维护自家的利益 这是正常的 就是互相帮助个什么 也得明确 这是两家人之间的相互帮助 而不能再是一笔糊涂账 这就是互相帮助